今天带朋友们去看一看北面的一个湖泊 不是海上,是湖泊 这里是可以看到是Piet Meadows机场 这个是我们的Darkin 这个是我们的Dark,出发以后,向西,先到Douglas Island 接下来向北转,沿着河飞 通常水上飞机都是沿着河飞的 到了这个拐角口以后 不要向东北飞 而是往这个峡谷里面 峡谷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微星地图 沿着峡谷往上 大概五海里以后 就会抵达这样的一个天池 长得像天池一样的一个湖泊 因为它并不是在海拔县 它湖泊 这个湖的水面位置高度是2500英尺 名字叫Widgin Lake 然后这个池子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用于训练 有地形限制的一个水上起降场 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高海拔训练场地 是我们经常去的 等会儿在视频里面就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在游戏里和现实生活中 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返回的时候也是原路返回 当你从这个Widgin Lake起飞 在返回的路上 离开这个湖泊以后 地形会有个很明显的一个沉降 地形是突然往下降 然后观赏效果很漂亮 等会儿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在4Flight这个软件的最下面一列 它的任务栏里面可以看到第四个图标 写着Imagery 所以它就是一个图像化显示的天气 到了这个页面以后 在最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和地区 我们选择第二个加拿大 在加拿大里面选择第二第二第二栏和第三栏 Clouds and Weather以及Icing and Turbulence 在Clouds and Weather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选Pacific 因为BC省所处的位置是在 省所处的位置是紧靠着太平洋 所以我们要选太平洋去Pacific 从图中可见 就当前来说 它的云层高度是2000到4000英尺 海拔 并且偶尔会有塔状云 最高上限到10万到1万英尺 部分地区3到6英里的能见度 并且伴随小雨和迷雾 再看一下时间 它每次发布气象信息是有三张时间表的 对照三张时间以后 看一下气象趋势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低气压区 在BC省西北部 开始往东靠近 冷风向前移动速度 冷风向东移动速度 是20海里 20节的速度 所以暂时不会接触到我们所飞行的区域 但是可以预见到明天 它的风力会加强 风力最强可以到20到30节 然后乱流可以到40到50节 但这应该差不多是明天的事情了 除此以外 我们在这张图里面 它是重点观察乱流和飞机结冰的情况的 从三张时间表来看 乱流和结冰都还没有影响到温格瓦地区 所以至少今天是可以飞的 还是按照惯例 我们要到这个 iBoots这个软件里面去检查一下水位的深度 但通常来说呢 所有的内陆湖泊 它是不提供水深的 因为这个软件 它本来服务的是海钓 就是海上捕鱼的人 所以对于内陆湖泊 你看湖泊 它是没有水流泄出的 但是我们要确认一下 它确实没有提供 没提供就算了呗 但是我不能放冷天 就是没有水流泄出的 温度有水封 泊水内 時代の熱い風に吹かれて 身体中で時を感じた そうでね 道端で眠ったこともあって どこにも行けないみんなで お金はなくても何とか生きてた 貧しさが明日を運んで 小さな下宿屋に幾人も押しかけ 朝まで騒いで眠った 嵐のように毎日が燃えていた 息が切れるまで走った そうでね 一枚目を見る 一枚目を見る 我看不見 比善的男 君 哪里有 今では分からない 友達を 行く人も いるけど 那天的全是虚假的 那天的全是虚假的 那是誰也不可以 今でも同一样 未果てぬ夢を描いて 走路继续 Zither Harp 揺れていた時代の 熱い風吹かれ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嵐のように毎日が燃えていた 息が切れるまで走った そうで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